大家好,我是好了,我是张快捷师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在美国注册公司需要哪些材料 申请注册的流程是哪些 任何人都可以在美国注册公司 你只需要提供护照或者驾照或者身份证都可以的 然后也需要提供您的在公司的股份比例或者权益比例 什么叫股份比例 就是股份有性公司叫股东 权益比例就是ROC有性责任公司叫成员 叫权益比例 叫火不一样的,实际上意思差不多 需要公司成员或者股东的这些比例 百分比例,分配比例,就是利润和亏损 还有注册资本这些比例 他的个人住址,邮编,出生日前日等等 还有联系信息 在每个州注册公司的话呢 差不多的,这些材料都是差不多的 你要怎么样注册,你要注册在哪个州 都是根据您的那个,您的身份啊,您的那个经营模式啊 对吧,还有你对公司将来的这个整个的规划是什么样的 来决定你住在哪个州 而不是说我就只想住在加州,我想只想住在纽约啊 这个是不到合理的 像有的电商,做电商呢,在美国是没有实际办公场地的,没有员工的 你就没有必要住在这个州税很高的州啊 你就住在免税州就行了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在申请注册公司的时候啊 每个州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你住在特拉华州免税州的话 你通常一个政府批文你会有的 对吧,一个税后就有的 还有公司张成会议记录就可以了 对吧,但是如果您住在加州的话呢 通常的话 你会需要政府的那个申请表啊 信息申报啊 你的那个,你弄好了之后 如果你是做销售的话 你要申请销售个证啊 如果你是,你还要申请营业执照啊 对吧,因为你住在加州 你住在纽约的话 这个有实际的 这个加州和纽约你住在这两个州的话 有任何有州税的州 如果你住在那里的话 通常他会需要你申请营业执照的啊 营业执照 如果是卖东西的话 除了这个营业执照还会有销售个证 如果你不卖东西就不需要申请销售个证 所以说您通常在美国住在的公司 就有几个税是要申报的啊 在有州税的州呢 会有联邦税20%的净收入 如果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话啊 我现在讲的是股份有限公司 20%的联邦净收入税 有州税啊 你如果把公司住在有州税的州 来成立一个股份有限公司的话呢 会有州税 有营业执照税 就是你的营业额 在当地州的那个城市的这个营业额啊 需要申报那个他的营业税的 如果是做销售会有销售个证啊 每年的话呢要做年减啊 如果是住在有州税的州啊 但是如果你住在没有州税的州的话呢 像特拉华州啊 华盛顿州啊 内华达州这些州的话呢 通常你只需要一个联邦的净收入销售 联邦的净收入的公司 都在免税之后为什么呢 他不需要去申报这个销售税 呃 营业执照税和那个州税 他没有的对吧 除非是他他在境外的 在在那个那个州 特拉华州以外有一个实体窗户和那个实体的 呃 地点呢工作地点和员工的话呢 他在那边就登记一下 那登记一下呢 当然了那个你在那边登记了之后 你的税呢 就是那个州税还是还是要报的啊 来自那个州的州税还是要报税的 呃 但是呢 其他州的呢 是不需要报州税的 不要在那个州报州税的啊 联邦税是谁投不掉的 ok 如果是住在LLC的话呢 就会全部在公司的股东 或者说成员的个人税表交税的 公司报了税 如果是一个成员的LLC 全部在个人税表交税 如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呢 公司报了税之后 进出分他单 个人税表啊 在公司的那个成员啊 在个人税表去单独报税的 ok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